欢迎参加第十二届基本法多面题全港中学生辩论赛 比赛由香港金本法推介联系会主席协办机构为和副市社会企业政府中学协会 补助学校议会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香港岛校长联会九龙地义校长联会 新届校长会香港教育城Idebay香港基本法今年大使联盟非详义公团 今天的辩题是古事戒指先于国情先介绍辩论赛方学校为宝爵中学 大家好我是赛方的主辩我叫曾宝 大家好我是赛方的第一副辩马子章 大家好我是赛方的第二副辩徐静军 大家好我是赛方的杰辩徐静军 反方学校为贤恩中学 请订阅为自我助教 大家好我是方方主辩何佐婷 大家好我是阮方一副陈晓峰 大家好我是赛方二副辩议 大家好我是赛方二副辩议 今天评判由低身教育工作者叶子新先生 香港科学大学普通话辩议 香港科学大学普通话辩论 陈队顾问前杨晓月先生 声工会生安德热小学中永基先生 现在宣读比赛的规则 一各辩议员需发言前先向主席示意 即时原间会民中及即时辩议员需于民中后才发言 二第一轮双方主辩法定发言时间为四分钟 第二及第三轮复辩法定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双方截辩法定发言时间为四分钟 再反正反双方便节前有两分钟便节便准备时间 三各辩议员法定发言时间完结前一分钟 十即时原将民中一次 以示意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四在法定发言时间终止时 即时原会连续案中两次 示意辩议员需尽快总结其延迟 五在法定时间终止十五秒过后 即第十六秒开始 即时原会连续案中三下 将该对面即扣分之如下 法定时间终止十五秒过后 每过五秒每位评判将该队员与发言时间 所得分数扣除五分 如此类推不足五秒亦当五秒计 T边缘不可使用大于十五点六CM 乘九点五CM之资料卡 现在将会检查双方资料卡是否不合 现在是比赛的程序 一正反双方逐变 即便发言时间均为四分钟 其余不复变发言时间均为三分钟 先由正方发言 然后反方发言如此类推 二台线发问 每队共有三次的台线发言机会 每次台线发言者的法定发言时间为一分钟 发问者需于即时员民中后方可开始 在法定的时间完结前十五秒 即时员将民中一次 一次发问时 监济即将结束 在法定时间终止时 即时员会连续民中两次 四亿辩论员需立即发言 终止发言 如不停止 主便将立即终止其发问 三台下发问 任何一方未能在主席要求下 立即派出代表 做台下发问 当自备替权论 除损失该队十分钟十分外 对方可取该下台发言 答辩分共三十分 四 台下发问 台下发问发言者 只发只可发问 不可辩论或评论 否则主席可以松止他的发言 五 台下发言 发问 台下发问者需于一分钟内提出问题 否则发问一次无分 对方无需作答 可得该提之分 之满分 如任何一方提出抗议 评判有权各自裁决 六 台下发问 台下发问者必须为三位不同的学生 并于发言时站于评判前方 七 台下发问 台下发问者需于发言前向主席示意 得主席允许可以发言 如肆意发言者多余议员 则由主席决定先后 八 台上答辩 任何一方在台下发问后三十秒内 未拍出代表 答辩当自动 弃权论 该轮答辩分数为零分 九 台上答辩 各队共有三次的答辩时间 每位台下发言者的法定发言时间为一分钟 发言者需第十元明中后可以开始 在法定时间完结前十五秒 计时员将明中一辞一次 以至发言时间将即将结束 在法定时间中止时 计时员会连续明中两次 事议辩论员需立即停止发言 如不停止主编将会 其中止其发言 时台上答辩 在每次答辩时 答辩一方只能判出一位发言 不可另做补充 同一遍 论员不可回答全部三条问题 十一 当正方第三次答辩完结之后 将后有两分钟的准备 结辩时间 预备的时间完结后 会先由反方做结 然后正方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比赛正式开始 请正方准备 你有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 请双方准备 主席 评判 带着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遍题是 普世价值先于国情 在我阐述我方的论点之前 先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今天的遍题 根据牛津大学的哲学家 塞亚普林指出 普世价值是指 被大多数的人 在绝大多数的地方 情况以及时间之下 共同认同的价值以及理念 即使这些价值观 并不一定要全部以行动表现出来 就是说要被大多数的人 不分国家 宗教 民族都共同认同的价值观 相信必然是在1948年 由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 而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当中最重要的主张 就是对人权的保障 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等等的价值观 而遍题中所提到的国情呢 就是指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有状况 以及其特色 就是指社会性质 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以及考量 在理想的状态下 一个国家的行政与立法的方向 必然是要坚固与符合普世价值 与国情两者 达至双赢的做法 但是在座各位请大家留意 这种两者坚固的理想主义 并不在今天要讨论的范围之内 今天辩论的争论点是在于 当普世价值跟国情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是以普世价值的唯一规 还是以考虑国情的需要为先呢 我方今天之所以会赞同今天的辩题 主要是基于对人民 对政府 对国际社会 三方面都是理大于弊的 首先对人民来讲 假如一个国家重视人权 自由与平等这些普世价值 那么人民的基本权利 人格尊严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财产与安全等等 都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 才能够形成一个 人人享有言论自由 以及信仰自由 并免于受恐惧与迫害的社会 则人民不会停而走险 去抵抗砖横与压迫 最终人民才能够安居乐业 其次对政府而言 以国情比普世价值为先 作为一个管制国家的准则 将会造成莫大的风险 国情的发展很容易受到一个政府 或者当权者的任意演绎 政府或当权者容易因为个人利益 党派利益 假借国情为包装的理由 不是普世价值 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 导致悲剧的发生 相反 如果一个政府或当权者 在失踪之前 先以普世价值为考量的原则 就不会任意的压迫 或掠夺人民 减少暴政出现的机会 最后对国际社会来想 随着全球一体化 各国之间的经济 文化以及政治 几方面都有越来越频密的交流 与众是人权 自由和平等 这些普世价值 都是国际之间所认同的价值观 那么一个国家 如果认同了这些普世价值 就是表示这个国家 愿意融入国际社会 更加有利这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相处 相反 若否定这些普世价值 便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而这些国家的经济 以及国际关系 必然不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 还会对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 造成莫大的隐忧 所以今天的变题 普世价值先于国情 是绝对成立的 谢谢各位 今天对方便有把普世价值审慎的话 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但如果要客观处理变题 我们叫理性处理变题的定义 如果根据对方主编的说法 它无非把变题诠释成荣行的真理 优于局部利益 这是破外变题的做法 首先 到底何谓普世价值呢 普世价值是在 是指文明社会上 不同范畴中 不分地域 民族 本身良知 我们都会认同的价值 但现实上 随着全球一体化 各地的思想文化 迅速交流 普世价值的概念 渐渐被重视 它的内涵也不断被吩咐 可见 普世价值有几个特性 第一 普世价值是随着人类的思想发展 有演变的 例如 可持续发展是在90年代才开始出现 第二 普世价值随着全球化而推广 发展 受到世界趋势影响 具主流性 第三 普世价值的内容广阔和多样 从最基本的人权慢慢发展到不同的范畴还有领域 因此越来越复杂 甚至会出现矛盾的情况 而变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 国情 就像对方主编所说 是一个国家当中有自己的历史 文化 道德 生活模式 还有发展的状况等等 因此 对方便要正立面题 必须论证 他的必然性和他的优越性 即在各个层面上 我们都必然考虑普世价值 先于考虑国情 可是对方便有今天并没有尽他的责任 根据美国当博大学国际关系的谈案 李教授指出 普世价值与国情 往往在三个层面上出现分歧 第一 是普世价值的包含范围上 普世价值提倡平等 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还有地位 然而 在大部分的亚洲国家 他们都非常重视孝道 认为平等不应该包含在家庭伦理上 所以儿女不应该违背父母 因此 基于传统的考虑 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放弃在家庭的关系上 实践平等价值 可见 普世价值并非有绝对的凌价性 第二 在注视上 由于普世价值非常多样 所以国家往往会按照他自己的国情 先于价值进行诠释 譬如德国基于第二次大战的历史原因 成立纳粹党 或者展示相关的内容 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可见德国按照他自己的国情 对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条敞熟的 人人有权享受和平集会 配的自由做出了特定的解释 第三是他的实践模式 例如在经济层面上 保障劳工权益是普世认同的价值 然而如何落实 却往往顺应国情先于价值 例如有没有集体的谈判权或者最高公使等等 都应该顺应国情的情况而作先决 总括而言 我们讨论辩题不能够单单从他的理念层面出发 当我方看到普世价值没有必然的凌驾性 各国在不同的情况下都会对普世价值的实行与否 内容和方法进行取舍 因此非方便有需要论证 在不同的实际层面上 普世价值也必然凌驾于国情 否则辩题绝不成立 谢谢 现在有请正方的部便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 请先计时约思议 主席评判 大家好 刚才有方的举辩同学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跟从的方法 有方同学的说法根本就是网顾现实 人人享有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享有言论自由 享有和平集会和解释的自由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贵贱之分 不得任意逮捕或拘留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财产 以上的价值观 均是来自世界人权宣言 它详细地缠绵了关于人权的思想 自由 不爱 平等 法治等价值观 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签署了这一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是只有誓约性质的 签约国必须尊重和实行 并对全体国民进行有关价值观的教育 所以普世价值观绝对是有国际标准的 而并退如方方同学所说的各有各国的标准 其次有方同学主编刚才跟我们说 国家运作很复杂 所以施政的时候要按照情况的改变 例如德国的纳税党 对方同学完全是在纸上谈兵 如果执政者对国家的管制和政策左右摇摆立场不一 一时重视普世价值一时又重视了国情 施政没有准则 这令国民难以适从 也会影响了国家的管制威信 如果这样的话 就更加的有助于当执政者揽用权力 当权者会因为国情为借口 从而打压人民 对于国家而言国民而言是必大于利的 正因为如此各国均有宪法 作为国家的管制最高法则 从而制约政府 而普世价值也等同于宪法地位 只要政府同意维护普世价值 人民的利益与安全才能够获得最根本的保障 社会才能够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其实正如我方主编所说 当国家在任何事都把普世价值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时 人权平等自由法治等都能够受到保障 而从而保障人民的权利 因为人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 而并非人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 因此国家有义无捍卫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如同不生权的权利 生存的权利 知的权利 免于变化的权利 思想的自由 表达的自由 这是国家存在的目的 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一点 人民得以随时推翻和革化 其次 如果将国情先于普世价值的话 便容易成为执政者剥削人民或误导市民支持战争的工具 刚才有方同学跟我们讲到了德国的纳税党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拉便是误导了德国的市民 激起德国人的复仇情绪 支持开战 而希特拉正正就是用国情的重要性来进行演讲 进而误导了德国的市民 支持开战 最终发动了令人痛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基于以上理由 普世价值因先于国情变体绝对成立 所以我想访问有方同学 二十三年前的六十四件 中共政府就是以维持社会秩序 和防止其他政治改法来改善宣称 如果中共政府重视普世价值前于国情的话 六十天安门事件是否可以避免呢 请问首方同学证明有邪性 正方第一复便所用时间为三分零八秒 请评判在该队员扣除 正方第一复便所用时间为三分零八秒 不过时 无需控分 现在有请反方第一复便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 请向计时元思赢 各位大家好 今天呢反方了 正方礼服跟我们说 希德拉的例子 跟我们说中国滥用国情的例子 说得好 有方同学 正正就是因为这些人滥用了国情 正如有方同学 今天跟我们说 原来国情是爱于政府 他们为自己的利益 去做出错的决定 但是如果今天有方同学 有听清楚我们 我方的开评跟大家说 国情是每一个国家的事 都人民 根据他们的历史背景 根据他们的一些风俗 去做出的决定 决定是由人民做出的话 怎么会把这些政府的立场 都纳入讨论呢 因此去有方同学 弄清楚国情 再者呢 今天我发了一副 在开评跟大家说 原来普世价值会有演化 普世价值会受世界的影响 有方同学都没有反对 但是可笑的是呢 有方同学选择收窄辩题 他们只讨论辩题当中 普世价值的理念层面 那我方觉得很愿望的是 有方同学在讨论的是 人权自由平等等等 这些价值是好的事情 那么辩题根本没有可辩性 有方同学就是说 原来不一定要实践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实质的层面 那我不明白的是 今天价值到底怎么样 跟现实的情况相比呢 可见今天如果要做 有意义的讨论的话 有方同学必须告诉大家 为什么普世价值 价值在所有情况底下 都必然不会受国心的影响 而不是跟他说 自由是好的事情这么简单 再者是今天我方在三个层面 第一在普世价值的适用层面上 跟他说有日本的例子 今天日本面对着他们的国心 罪案率非常的高 所以他们决定保留死刑这个刑罚 这个举动违反了人权这个普世价值 但是有方同学能说 日本因为自己的国心 做出了适应的选择的时候 是错的吗 第二在普世价值的实践的层面 在他们解释的层面 我们看见英国的国民 他们选择了保留皇室的制度 今天是违反了平等这个的普世价值 但有方同学觉得 今天如果我们废除了皇室的制度 对英国来说是最好的决定吗 最后我们看了见 普世价值实践的方法上面 瑞典 加拿大 英国 美国 法国等等 一样推崇民主 但是每个国家都有他们不同的政治 不同的方法去体现民主 这些方法的选择 正正是基于国情的 可见在这三个例子上面 我们都看得见 无论普世价值是怎么实践 是否被实践 完全原来完全取决于国情的时候 今天有方同学的责任是 第一告诉大家 为什么普世价值实践 必然不会受国情的影响 第二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我方的逻辑底下 在对方的逻辑底下 这些的例子 我方开遍一副更代的说的例子 一言而会存在 而不是只跟我们说原来自由是好事 平等是好事 谢谢各位 反方第一副变 所用的时间为 人分47年 不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正方第二副变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 就先支持 例子原思义 主席 平板在座 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同学提到 英国政府废除皇室这一事件 英国皇室废除 皇室这一事件 是英国皇室看到国家 是这样子的 他发出 他通过自己的普世价值 他认为公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所以他根据国家情况 所以做出 我要废除自己 但我要保留自己 所以现在依然有皇室的存在 但是皇室缺乏权力 而且对方同学说 美国也有这样的做法 正如美国的南北内战 起因正是林肯总统 为了解放黑奴 追求人人平等的价值观 所以林肯才发起了 南北内战来解决黑人奴役的 这一状况 而且对方同学需要向我们 清楚的阐释 为什么国情必然会影响到 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中 已经被众多国家支持 为什么同学认为 在制定法律这些方面 国家是不可以依从普世价值的 所以基于以上观点 其实正如我方主便所说 重视普世价值观的国家 更加有助于他们融入国际社会 而且他们可以 更好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有助于自己国家的发展 现实最真实的例子 北韩 北韩是一个独裁主义国家 北韩不惜违反国际禁令 发展核武 北韩甚至压迫自己的国民 禁止三人以上的聚会 这样都在不断地压制 国民的发展 压制国民的自由 所以导致国际社会 甚至是联合国 都对北韩进行严厉的制裁 导致北韩的国家发展 一直停滞不前 由此可见 当每个国家的普世价值 先于国情时 大家就为了彼此的发展 建立良好的关系 有助于国际上的贸易网来 及外交政策 而且正如我方 主便一直强调 我们 我们所实行的普世价值 先于国情 是为了证明普世价值 是可以让国家更好的发展 而且普世价值因 先于国情考虑 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更好的有利于国民 所以基于以上条件 普世价值因 先于国情 是绝对成立的 谢谢 正方第二复便 所用的时间为 两分二十二秒 不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反方第二复便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请向 即时元四义 先生各位 大家好 今天呢 我方可以很理直气壮的 跟大家说 今天对方表 你错了 今天对方表呢 犯了三个错 一个错呢 是对方表呢 太过天真了 他们就是觉得呢 普世价值呢 一定是好的 什么呢 人权先年呢 所以呢 因为普世价值 是因为大家都认同的 是一个大趋势 但是呢 今天请注意变题 变题了 讨论的不是今天 一不应该推行普世价值 而是在现实情况之下 到底根据现实情况 普世价值是不是 首先的考虑因素 但是可见 对方表也承认了 什么北韩的 德国等等的例子 足以证明 在现实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国家 都是因应自己的国情 而调整他们 实行普世价值的方法 可见呢 对方表其实根本就是承认了 国情事先于普世价值的 然而面对着我方问呢 问死刑啊 或者是同性恋等等的例子呢 对方表从来没有解释过 为什么这些情况会出现的时候 所以今天的变题绝对是成立 第二 对方表今天充耳不闻 对方表呢 回应不了那些例子了 就跟我们说 其实不是啦 普世价值呢 是会带来种种的立处了 什么会对社会发展好啊 对国家发展好啊 实行了普世价值呢 人民的生活指数就会大大提高 但是变题说的是今天 普世价值的好处吗 今天对方表如果要正立 变题的话 是要证明普世价值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是必须是首先的考虑因素 但是对方表从来没有认证过 只是谈谈的好处 是因为对方表也知道 在现实情况之下 根本普世价值是不可能先于国情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况 但是呢 对方表呢 就硬要说 今天普世价值有多好 但是 所以请对方表 我否划再给你一次机会 请对方的解辩 清楚解释给我们说 普世价值在哪里 是首要的考虑因素 今天对方表最后呢 他们不断问我们说 今天为什么不是跟从价值去实行呢 我方明白 价值当然是好 但是呢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看见 譬如 譬如美国一样 美国虽然有很高的言论自由度 但是呢 在911事件以后呢 美国呢 就禁止了任何有关恐怖分子 或者是拉登的片段 在电视台上面播出 正正是因为 他们拟拟自己的国情 而调整了普世价值的实行程度 而是对方表今天呢 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以上种种的例子出现 反观我方呢 现在我方说过 无论普世价值 在三个层面上 都是先于 国情 都是先于普世价值的话 专辩如果解释不了上面的例子 今天的变题绝对不成立 谢谢大家 主席评判 在说各位大家好 在中国农村 很多地方政府 为了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 符合国家的发展指标 不惜串谋发展商 强行向农民征地 以及强迫他们搬迁 这种只顾国情需要 而忽视人民权利的做法 正是违反普世价值的例子 在香港 政府因为楼价上升 建议发展新建东北来 增加土地供应 假如在过程中 政府无视新建东北农民的意愿 强迫他们 交出土地 这种做法 会否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对 造成社会的冲突呢 会否爆发官民冲突呢 请对方途选回答 谢谢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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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有 做的时间 有三十秒 现在 准备做的时间 现在准备做的时间为三十秒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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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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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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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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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